超纯镇新峰路与敦航路这个路口 于3月29日晚间7点20分左右 发生契机车对撞死亡车祸 37岁理性骑士当场无生命迹象 送医抢救后仍是回天乏术 但事隔几天地方居民 里长代表议员与相关单位 都到场关心事发情形 很感谢我们官警局和朝银上公所 和朝银分局相关单位 来关心我们地方这项重大账合的问题 看要如何改善 真的感谢这单位于心 来替我们地方的备生 出现不安全 而且再次感谢 改善就是照明的问题 因为这夜晚会比较暗 可能看不清楚 再来就是浩子登车的这些 双 擦到后面 这样大家 起步会慢一点 这样更安全 在会刊的同时 一样在这个路口 就可以看见多辆沙石车在这里回转 这也引起蔡明轩议员的担忧 生怕还有意外发生 会刊过后 赛医员也向各单位提出许多建议 来改善此路口不足的地方 我们都看到 我们刚才在会刊的现场 我们就看到差不多这些五六台的沙石车 直接在这边回转 对于我们小型车相当的危险 所以也希望我们也会提到完汇报 来针对我们沙石车 我们建议他从前面更好的道路 比较好弯 让他们去做一个回转 这个大路口竟然没有监视器在造这个路口 到我们的耗制的问题 全天后我们也在这里实行 希望可以改善我们的交通 希望我们的用路人到这边可以减速慢行 我们会做的防护 我们就尽量的做 希望道路人跟我们大家一起来 来有良好的开车习惯 来减少我们事故的发生 在事发后几天 先议员庄世杰 蔡明轩议员与各相关单位到现场会刊 也希望会刊后所提出的改善方法 能够改善此路口不足的地方 确保通勤民众的安全 接着六圣草屯采访报道